欢迎大家来到普语课程 我是恩娜老师 今天我们进入了我们第十二单元 第十二单元的题目是什么呢 no banco e nos coheios Banko Banko是银行的这个名词 我们是说on banco 那在银行的时候 我们再加那个地方借词 in 再加on banco 它本来带有的那个定罐词 o就in 再加on就变成no no banco 就是在银行 e 这个e就是我们汉语中的和 和 还有在哪里呢 nos coheios coheios是什么呢 是邮局的意思 coheios 那coheios 它一般都是以负数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nos coheios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今天的这个十二单元的这个题目 就是no banco e nos coheios 我们开始 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学习哪几点 首先呢 第十二单元的第一点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 vocabulario partion 第一部分的课文 这个十二单元的课文 一共分成两个课文 我们今天先看它的第一个课文 还有 它的vocabulario tabon 好 vamos comenzar primero vocabulario 我们看一下这个 biólogo biólogo biólogo呢 它是一个阳性的一个词 我们说 o biólogo tabon 生物学家 第二个 bosa bosa 还记得吗 这个s呢 在辅音后面呢 a里辅音后面 它是读sah的音的 bosa 它是一个阴性的 abosa bosa呢 在这课文当中呢 它是讲学经的意思 但是一般bosa 我们也可以说什么 就是我们的包包 也叫bosa tabon 好 第三个词呢 是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它是阴性的一个词 说ainvestigation 或者可以发生 ainvestigation 这边呢 研究或者调查 第四个词会就是 fundation fundation fundation呢 它是阴性的 afundation 基金会的意思 institution呢 也是机构的意思 institution 下面 sientifico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发生 sientifico sientifico是什么呢 科学的意思 它是形容词性的 sientifico 那deposito 名词性的 deposito or deposit 存款啊 什么的 deposito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银行那个atm atm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有分 deposito 就是存款的 atm 还有分那个取钱的 对吧 stark card atm 不同的 我们看 就是用这个词 deposito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些词汇 会用这些词汇来造句 会变成怎么样呢 首先第一个 Tem dois biólogos na universidad dois biólogos 是什么呀 两个 科学家 na universidad 不是同学们还叫 universidad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 in信的 a universidad 是 大学的意思 a universidad tem dois biólogos na universidad 代表什么呢 在大学里 na universidad tem dois biólogos 有两个 生物学家的意思 第二个词 bosa bosa 奖学金 a paula paula 这个女生的名字 败了 是什么 败得了 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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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获得过去 是 a paula 她败得了 bosa de estudo 她败得了什么 讲学金呢 estudo estudo 是学习的意思 那就是 学习的讲学金 她获得了 学习的讲学金 我们就可以说 a paula 获得了 bosa de estudo ta bom 这 败得了 比如说 例如 você me deu um presente 那我就可以说 我败得了 一个 例如 对吧 我败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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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过去式的 第三年生的 过去式的 investigation 是调查 研究的意思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做一个 我们需要 做一个调查的意思 我们需要 做一个调查 好 下面 基金会 Fundação Kaloste Kubinkian 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呢 是一个 基金会 的 名称 在葡萄牙 的一个 基金会 的名称 下面 instituição 机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普遇 国家的 机构 portug 这 是一个 instituição 宝费 Depósito 那是存款的意思 我会做 一个 Depósito 在一个 Banku 我要去 Banku 存钱 Depósit 这个存可以就是 我存给你 或者其他人 存给我 都可以 我会做 Depósito 在一个 Banku 要在银行 做一个 存款 的意思 存钱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 Vocabulario Part 1 它的 Verbo Verbo 有什么呢 Optir Optir 这个 B呢 它没有一个 原因跟着 所以 有时候 我们发的时候 稍微要轻一点 有一个 断一点 Optir Optir 这样子 发 Optivi 这个 Optivi 是过去 第一人称的 过去 是 Optivi 我获得了 Resposta Depósito Universidade Sobre A Bolsa Destudo 我获得了 对吧 Eu Optivi Optivi 这个 谁的 谁的 Hispost 答案 是什么呀 大学的答案 Sobre 我们刚才看了 对吧 上一节课看了 Sobre 什么意思呢 关于 关于什么答案呢 关于 Mosegistudo 这个 学习 讲学经的意思 那他 他获得了 他的答案了 他就 已经知道 他是 有通过 还是没有通过的意思 好吗 那么再读一遍 Optir Eu Optivi Resposta Dan Universidade Sobre A Bolsa Destudo 好 下面一个 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课文 我们第十二单元的第一部分的课文 首先我们这个人物叫Felipe Felipe 他是一个男生的名字 Felipe O Felipe Biologo Felipe 他是谁呀 他是一个学 我们看一下 Biologo 什么呢 生物学家 Felipe 他是一个生物学家 Ele Optivi 他获得了 Uma Bolsa D Investigação Dafundação Kaloste Cubinckian 我们看一下 Ele Optivi 他获得了Uma Bolsa 奖学金 对吧 奖学金是什么呢 他是什么样的奖学金呢 Dafundação Kaloste 就是在这个机构里面的 一个研究奖学金 他的目标是什么呀 Para 说这边 让他什么呀 Trabah Numa Instituição 让他工作在一个 那个 Instituição Portuguesa 在一个 什么呀 什么机构呢 Bol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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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葡萄牙机构 它是干嘛的呀 它是一个 调查 科学调查 科学研究的一个机构来的 Ele Chego Chego 它到达了 然后它到达了 A Bolcos Dias 这个A 就是代表时间有 Bolcos 少少 有很少的几天 很短时间内的意思 所以它刚刚才到达的意思 Ele Chego A Bolcos Dias A Portugal 所以它刚刚才到达葡萄牙 它到达葡萄牙 没几天的这个翻译 整个句子这样翻译起来就是这样子 它到葡萄牙没几天 Para Para Receber A Bolsa Para Receber A Bolsa 就是 为了 Para 就是 Yang 一个 Yang 一个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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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Receber A Bolsa Ca Geral Depositus 它需要开 Uma KONTA KONTA 是什么呢? Chang Hao 的意思 它需要开一个 Chang Hao 在哪里? Na Ca Geral Depositus 这个 CaixaGeral Deposit就是一个银行的名字 CaixaGeral,那 Caixa就是那个账户 所以他就要 abrir一个帐户在哪个银行呢? CaixaGeral Deposit,这个存款的账户 我们再来读一下 我个黄菲是一个比刀 他所想得到一个蜘蛛医的研究 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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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要为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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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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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几天都要去过来 那整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呢 他是一个生物学家 然后他获得了一个奖学金 对吧 他获得了去葡萄牙的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 然后他要干嘛呢 他要在一个研究部门工作 然后但是为了但是让他可以拿到这个奖学金呢 他需要开一个账户 那在哪里开呢 开一瞬间然后就Deposito这边开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进入课文的第二部分 接下去我们看一下 Felipe他到底怎么样呢 他有没有开成功呢 然后之后他会干嘛 那我们先从这个Vocabulario开始 Vocabulario第一个 Com的账户 就是刚才我们说 他要在那个他要AbrimaCom 等下他打开一个账户的意思 Depom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Ten yo 我有Duoscon的两个账户 在哪呢 No Banco Dashi 我在中国银行有两个账户的意思 我们再来读一遍 Ten yo 我有Duoscon的两个账户 No Banco Dashi 在中国银行 第二个句子呢 就是A Orden A Orden它是什么呢 它是活期的存款的意思 A Orden 那一般我们开卡的时候呢 他就会问你 你要一个A Orden 或者A Brasso 两种不一样的 你看 A Orden A Brasso 它是什么 它这两个都是形容词 A Brasso是代表 定期的意思 定期存款 A Orden就是活期存款 好我们看一下 A Kisopaga con Cardon 这个呢 我们就用Cardón造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A Minha Conta A Orden A Minha Conta 是什么呢 我的账户 A Orden 我的账户是那种 活期的账户 不是定期的 是活期的账户 A Orden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 Cardón的这个词 Cardón就是卡的意思 Cardón 那可以是银行卡 地铁卡 公交车卡 所有的卡 我们都说Cardón Tamo Cardón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A Kisopaga con Cardon 你这边只能用 那个卡付钱吗 的意思 A Kisopaga con Cardon 因为有些地方 它们只接受卡 不接受现金 或者不接受 我们说的支付宝这些的 Cardón 那下面呢 是什么呢 A aceitamos A aceitamos 是我们接受的意思 A aceitamos Cardón Multibanco E Cardón De Credito 好 这个整个是一个句子 我画一下给你们 整个都是一个句子来的 A aceitamos 我们接受 Cardón Multibanco Multibanco 就是所有的银行的意思 所有一个 Multibanco 就是一种卡 对吧 Cardón Multibanco 可单独Multibanco 的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银行 可是在这边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卡 的那个银行的名字 叫Multibanco 好 Multi 是很多功能的意思 Banko 就是银行 Multibanco E Cardón De Credito 还有Credito 是什么卡呢 信用卡的意思 Cardón De Credito 这三个 Cardón De Credito 是等于 信用卡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边Cardón Multibanco 是银链卡的意思 它是阳性的 O Cardón Multibanco 那下面呢 Cardón De Credito 是信用卡的意思 信用卡 你看Credito 我们看最后这个 就是信款 或者Credito 这边我们看 在后面这边Credito 你看 我们有把它分过来 来解释 好了 那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接受 银链卡 Cardón Multibanco 还有什么呀 信用卡 Cardón De Credito Tamon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我们这个词 工作日 这个词怎么说呢 Dia U Dia Dia U Dia U U Dia U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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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音 一个是普普 一个是巴普的发音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边看 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件事情 那办一件事情的话 那肯定有时候就是需要五个工作日 需要六个工作日 对吧 这个Demore 这个动词是什么呢 就是很晚的意思 Demore 那比如说我在这边等 我说哇 我等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到我呢 那我就可以表达一个感叹词 QueDemore 这个Demore 是一个动词来的 就是很久 要等很久的这个动词 D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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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co dias U 在这边的意思呢什么呀 发音词汉就是需要五天五个工作日 Dia U Dio 是工作日的意思 D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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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淘宝买一个东西 那我要有时候呢是要验证码对吧 那你先用你的手机发一个信息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密码发到你的 你的验证码或者密码发到你的手机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说 会运回来会记一遍 会记一个密码 到哪里呢 PARA 到就是给的意思 PARA O SEU CELULAR CELULAR就是手机 BAPO的一种说法 因为PUPU是什么呢 Telemovio 对吧 Telemovil vai enviar un código PARA 就是会记一个密码 到你的手机 PARA O SEU CELULAR TAMO 那下面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credito来做一个造句 上面这边credito我们已经看了 它可以是信用卡的意思 credito也可以是信用 信用的这个翻译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比如说 一个男孩的名字 他这个男孩呢 他一直每天都是撒谎 他一直撒谎 那撒谎到一个程度是 我不能再信任他了 那他在这边 他在我这边已经没有信用的意思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我们的句子 哦 语音 语音就是这个男孩的名字 mentir mentir是什么 mentir它的原动词呢 我写下在这边 是mentir mentir是什么动词呢 骗人的这个动词 mentir 骗人的动词 哦 语音 mentir 第三人称单速的变位 语音 他就经常撒谎 Ele non tem mais 他没有 Ele non tem mais 就是他已经没有 他没有更多的意思 creditos comigo comigo 就是什么 跟我 他在我这边已经没有信用了 就是我已经不相信他了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造句 因为我们这样的 就展示了credito的另外一种用法了 除了货款啊 信货啊 这边 就除了货款的意思 他也有这个信任的意思 我们再来读一遍 conta tenho duas contas no banco da china 这边 a ordem 或者a prazo 这边 a ordem a minha conta a ordem 这边 cartão 这边 DESCRIBE 你这帮忙 这边 你 Starting 我喜欢 卡销 很多人 卡销 或者卡销 卡销 不 我 IPS 这边 是 你拿到你的手机 你拿到你的手机 叫做 CREDITO 你把手机的手机 你把手机的手机 他不再有我的手机 你拿到我的手机 可以吗?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 第二段的词是哪些呢 要是 要是 这个词是 这些词是 加一個前置的 在意什麼? 的意思 precisa assinaki 就代表什麼呢? 你需要在這邊簽個名 在這邊簽名的意思 在意或者介意的翻譯 我不在意 I don't care 就是英語的 我不在意的意思 這個呢 我不在意的意思 好 不在意的意思 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句子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不小心 用了你的杯子 那我就回答說 我不在意的意思 不在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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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們再読一遍 assinar precisa assinar 在意的意思 我不在意的意思 你看 那邊是 ser 這邊我們改成 每次可以 跑到動詞前面 為什麼? 它是一個否定句 所以你不用擔心的意思 precupa 是擔心的動詞 好 現在呢我們就進入我們的課文 課文這邊呢 是誰跟誰在談話呢? 是 funcionaria funcionaria 是工作人員的意思 funcionaria 那菲律怎麼說呢? bon dia 總算好 queria 我想要 這個queria 是過去式的 他為什麼用queria呢? 就是我要的過去式呢? 他可以顯得更委婉些 更禮貌些 更客氣些 queria abrir uma conta 我想打開一個帳戶 就好 就好 行李莫的收法 在你的 aide,你想要往前抬一跌,或是理解 静下要往前抬一跌 向前抬 在你的战法 你wha族,我是要往前抬一跌 在你的战法 你給他一個战法 你拿到手 我有,在这边,在这里的意思 Funcionari怎么说呢? Então,就叫做那么的意思 Então, preencha este impresso preencha, tiene, este impresso 这个表格,你把这个表格的意思 preencha este impresso e depois,然后呢, assine aqui, embaixo assine aqui, embaixo 然后呢,你就在下面这里 就是 embaixo,下面这里,签名 se no simple,如果你不在意的话 se no simple,那这个是很有礼貌的一种说法了 他就说,因为你不在意的时候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一种说法 比如说,你不在意的时候呢 这个呢,是一个很有礼貌的说法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 那你就在下面,这边,签名 这意思 好,我们来读一遍 再读一遍这个词 bom dia faça o favor de dizer bom dia queria abrir uma conta, por favor uma conta a ordem ou a prazo? a ordem 有什么事 你有 seu passaporte tenho aqui está Então, preencha este impresso e depois, assine aqui embaixo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怎么说呢? 有,Dana,你就在这边签一下名字,你不在意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Filipe怎么说呢? 刚才Filipe怎么说呢? JÁ ESTÁ JÁ ESTÁ,什么呢? 在这边,por favor 已经签好了,JÁ ESTÁ 他,PRECISA DE DEPOSITAR 10EUR 什么意思呢? 他在家里面需要多少钱呢? 10EUR 10EUR 那Filipe怎么说呢? 他说,OK的,没有问题 好的 他说,Quer um cartão multibanco? 然后,这个 funcionário问他 那你要买一个 cartão multibanco呢? 他说,sim,sim,quero 是的,suda,我要的意思 sim,sim e posso pedir também um cartão de crédito 然后,他又问他 e posso 我也可以 pedir 请 邀请 请问的意思 申请 也可以用这个翻译 posso pedir também 我也可以申请 um cartão de crédito cartão de crédito 是什么呢? cartão de crédito 就是信用卡的意思,对吧? 要 funcionário 我们看一下 funcionário 怎么回答 bem 好 好 ten que prenser este impresso 你也需要填这份表 ten que 需要的意思 ten que prenser 填 este impresso 这个表格 y nos 我们呢 damos le damos 就是会给你的意思 damos 就是我们给 你 再每五 Feb 什么期间 dentro 是在里面的意思 d d em city vậy 5 工作 日内 我们就可以给予你个答題的意思 Estàbèm 설� Britt w cm or fon funcionário 怎么说 pronto pronto ş 在这边已经在这里了 你的护照,你的护照 和你的手币 你的手币 你的手币的密码 或者代码也可以用这个手币 也在这边了 去找你的手币 你再来 去找你的手币 来吧,你来 找是拿的意思 来接的意思 你来拿你的卡 打击是怎么连在一起呢 然后再加阿击 阿击是这里的词 你来 然后打击是从今天开始算的意思 这三天才能做的意思 那你来拿这这一位卡 三天三个工作日之后 你就交来拿卡 然后Felipe说 Muito Obrigada Bom Dia 非常感谢 你走得很好 现在我们看完这一段 我们去封锁一下 他的头发 大好 婚子 10€ Está bem, quer um cartão multibanco? Sim, sim, quero E posso pedir também um cartão de crédito? Bem, tem que preencher este impresso e nós damos uma resposta dentro de 5 dias úteis Está bem, pronto? Já está O seu passaporte é o código do seu cartão multibanco Venha buscar o seu cartão daqui a 3 dias úteis Muito obrigado e bom dia Mas aqui é uma coisa que eu vou fazer Filipe está em casa, está em casa, está em casa Porém, o seu cartão precisa de casa, não é? Então, ele precisa de casa, ele precisa de casa E aí, o seu cartão de crédito? Ele precisa de casa, ele precisa de casa Mas o seu cartão precisa de casa, ele precisa de casa O seu cartão precisa de casa, ele precisa de casa Ele precisa de casa e de casa, ele precisa de casa E nós damos uma resposta E a resposta Dentro dos 5 dias úteis, tem 5 anos de trabalho 我们就会答复你了 然后他就把他本来想 要办的那个卡呢 都办好了 然后他就 Muito obrigado 他祝别人一个美好的早上 然后一个 然后最后他就说 Muito obrigado 也就是感谢 然后祝人家一个早上好 所以之后呢 Felipe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了 我们今天课完partion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今天学习了 我们第十二单元的partion 的vocabulario 还有十二单元的partion texto Tabon? 今天就这样 walnut 是个这些小小小小小的 T display 今天,今天,的一期 再画一期 Его字幕开中,进行 几个字幕开中,进行